我想对大部分国家来讲 能用干净能源当然是最好 但前提是电要够用 你老是叫人民省着用 一定撑不久的 所以大家要想办法 怎么样要从以前比较脏的能源 转型到再生能源 问题是过渡期你要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德国 德国在2011年 在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之后 他就先关掉了8个核电厂 并且宣布所有的核电厂 在2022年 这是明年就要除役了 当时德国四分之一的电力 是来自核电 现在只剩下约一成 而且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在过去9年就增加了4倍 听起来好像做得不错 但太排放真的有少很多吗 并没有 因为这些干净能源 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没有太阳没有风的时候就停摆 再加上德国也没有足够的 除电设施 工业区也都还是用煤 所以过去9年以来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只减少了一成多一点点 比欧盟的平均减碳量还要低 法国的做法 他就是用核能 但核能到底算不算干净能源 我们先来看 这个干净能源定义是什么 只要是发电过程里面 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低 或者根本是零的 就可以叫做干净能源 有很多人说 干净能源就是绿能 美国能源局的核能办公室 曾经就发表文章说 认为核能发电排出的二氧化碳很少 比较不污染空气的品质 而且核电厂占地面面积比风电或太阳能板都要小 发电之后的废弃物体积也很小 所以核电是干净 而且永续的能源 也有研究指出 如果产生同样度数的电力 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核电的68倍 所以可以算是干净能源 不过民众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核电厂安不安全 那一位德国的前绿党的成员他就说 大家一听到盖核电厂就会想到车诺比 浮导的核灾觉得好像死了很多人 但是有学者统计 发电方式的平均死亡人数每发一兆度电 死于燃煤燃气的人就十几万 核能是只有90人 哈佛大学研究也指出 2018年因为燃煤产生的空污死亡人数就有870万人 所以所有的能源政策都是有好有坏的 只能选利大于弊的 那另一个大家最常听到的争议点 就是这个核废料要怎么处理 尤其在台湾大家就常听到民众在抗议 外年毒废料不要放我家 冷却水池满到爆出来了 那大家去燃煤也一定都会看到这个存放核废料的设施 但是讨论核废料前 那我们也先来看 搞清楚一下 这个核废料到底是什么 第一种叫做低阶的核废料 就这个像是你去照X光 这是辐射很低的 那目前处理方式是用水泥封存之后 在储存桶里面要放个300年 等放射性强度降低之后就当做废土处理 那蓝羽是属于这种 那第二种是高阶核废料 也就是从反应炉中取出这个核燃料棒 那得要先移到冷水池降温5到10年 然后你再把它放到不锈钢跟混凝土制成的桶子 那放在室外对流冷却 这个叫做干室储存 但因为没有人希望住家附近给你储存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就一直只好把它一直放在水池里面 所以这个冷却水池就越来越满了 但是高阶核废料最终它还是要掩埋的 所以要埋在哪里呢 就又引发更多的争议 这里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芬兰的做法 那芬兰是在2017年开始建造最终的处置厂 它就是找一个人烟稀少地质稳定的地方 就挖个300到500公尺深的洞 就把核废料呢埋进去再封起来 确保一般人是不会碰到废弃物的 那政府在决定地点跟方案的时候呢 也会跟当地居民多次的讨论 那经济学人就说啊 这个芬兰政府从建核电厂开始就先打预防针 让民众知道附近有核电厂 不但能够增加工作机会税务低啊 而且还有良好的公共服务 对不起啊 在处理这个核废料上面呢 它也是会维持这个透明公开 从探勘啊找包上这个过程都一清二楚 而且多次请专家解释怎么样处理废弃物 才能够获得广泛这个社会共识 那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啊 全球核能占比最高的这个法国 其实对核废料处理不外乎就是上面说的这些方式了 简单来说它就是掩埋 但为什么呢还能够这么积极的拥抱核能呢 其实其实不是这个法国人不怕核废料的危险 那从最近一份民调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73%的法国人认为核能可以让法国能源独立 那另外也有57%的人认为核能可以带来便宜的能源 所以讲到底你就是要衡量利弊 那政府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 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资讯很清楚的列出来 还有规划好配套来赢得民众的信任 大家多了解才能够做有质量的讨论 不然这个公投投来投去 还不是大家那边喷口水啊 你说是不是呢